10月29日,在G20举办地意大利罗马,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了会晤,拜登屈尊上门拜访,是想用微妙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核潜艇合同事件的歉意,不过由于拜登迟到,让马克龙等了一个多小时, 美法互相玩心机也是当前两国关系的某种写照,不过,两人发表的联合声明却引起了盟友们高度关注,美法特别承诺建立一个可信的和统一的核联盟,以及在核问题上进行密切磋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是美国改变核政策的一个信号,拜登准备在年底宣布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急了,他们要求拜登不要改变核打击政策,不要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据英媒称,法国、德国也持相同态度,拜登似乎是认真的,早在8月份,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等退休军政高官就向盟友吹风,称美国可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们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坚以为写心称,拜登正在考虑这份声明,并要求日本人最好不要反对, 而日本人称感到忧虑,这意味着美国的核保护散威力将大打折扣,澳大利亚也是哭哭啼啼,而英国作为核国家,美国一旦宣布改变核政策,英国也不得不跟进,他也不乐意,拜登看起来对这个新套路很感兴趣,他跟马克龙的联合声明已经在暗示法国愿意与美国密切磋商, 虽说是新套路,但这却是民主党的老花样,毕竟老狗玩不出新把戏,那些对拜登抱有幻想的人应当清醒一些,无论拜登在核武器政策上玩弄什么花样,都不会改变美国的军事原则, 世界上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是中国,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战上了道德高地,这一战就是50多年,而事实上,这50多年来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核战争,因为有恐怖平衡存在, 美国看到了这一点也想战上道德高地,尤其是民主党,2016年7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称正考虑在离开白宫前制定一个新政策, 美国将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把西方白左圣母们感动得不要不要的,2016年8月4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戴博拉·里·詹姆斯, 代表美国军方对奥巴马可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公开表示担忧,白宫唱白脸,美军唱黑脸,同时登场,表面看很民主,其实全是旧花样, 以前美苏搞核财军时,白宫和军方也是唱双簧,而戈尔巴乔夫还真以为里根是诚心诚意, 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不顾苏军降临反对,不断让步,直到苏联解体,没想到奥巴马居然跟上周总理的步伐了, 对奥巴马个人来说,他也许真的是为了留下点政治遗产,否则一事无成,太对不住炸药和平奖了, 但对于美国来说,邪恶依旧,先发制人的军事原则绝不会改变, 1945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全球第一颗原子弹, 7月15日,斯大林在波斯兰会议上建议分管日本,而手握原子弹的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 否则日本战后格局应当是由四国共管,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并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但这两颗原子弹对苏联造成了有效和威慑,苏联放弃了以军事手段改变美国独自管制日本的行为, 1948年,冷战大幕拉开,德国柏林成为了美苏主力焦点,美军派出90架B29到英国空军基地, 而B29正式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机型,苏联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斯大林同意撤销对谢柏林的封锁退了一步,核垄断的甜头使得美国得意忘形, 然而1949年8月,随着哈萨克斯坦上空一声巨响,苏联宣告美国核垄断时代结束, 接着美国研制清弹成功,苏联跟上,从这一时期开始, 美国便牢牢确立了先发制援军事原则,这一原则建立在冰冷而残酷的情报数据之上, 美国情报机构分析认为,如果苏联先发动核攻击,陆基洲际导弹可发射1300枚核弹头, 海基可发射280枚,远程战略轰炸机可投射169枚,美国将承受1749次核爆, 如果美国先发制援会怎么样呢,陆基、海基、战略轰炸机可向苏联投掷2418枚核弹头, 苏联的核弹剩下不过930枚,对美国核打击能力大大减弱,因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 对于中国,美国的核武器早就以各种方式瞄准着中国的大中城市, 哪个城市分配几枚,美国都有过详细计划, 当时中国的核打击能力与美国相比很有限,虽然对美国本土威胁性不够强, 但可以保证把日本送上天,于太阳肩并肩, 到了中国洲际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成熟后,一颗氢弹就能让纽约消失, 美国对中国先发制人的后果更为严重, 80年代,美国的先发制人原则在和平衡的背景下, 实际上的内核已变成了常规战争先发制人, 常规战争,美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使得美国可以对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国屡屡先发制人, 只要美国无数个海外军事基地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的战争原则就不会改变,既然战争原则不会改变, 那么美国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就不会停止, 奥巴马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花样改变不了什么, 只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好名声而已, 拜登明年如果发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声明的话, 那么整个西方世界的舆论机器都会先将矛头指向俄罗斯, 因为在北约不断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时, 普京宣布废除了1982年苏联宣布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 拜登一旦登上道德高地, 西方舆论压力一定会迫使俄罗斯恢复苏联声明, 处于道德低地的普京很难再强调核武器的威慑, 除此之外, 美国还要把中国从道德高地上拉下来, 2020年2月14日, 美国武装部队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表示过, 美军部相信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 美国强烈呼吁中国发布一份英文版声明, 才能准确理解自意, 但中国有必要去发布英文版吗? 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 美国爱懂不懂, 谁见过美国政府为本国声明再发表一份中文版的? 美国还跟中国抠字眼, 认为中国声明中的使用定义不清晰, 当美国核武器进入针对中国的发售状态时, 中国是否就可以判定美国已经首先使用了核武器呢? 如果是, 那么中国核武器就可以先包邮到美国本土, 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琢磨这些, 总想得到万无一失的保证, 还惦记着什么英文版? 中国没发布一份文言文版的声明算是客气了, 美国核武器存量是中国几百倍, 根本不用担心失去核报复能力, 反而是中国要提心吊胆, 美国奉行的是先发制人的原则, 所以自从中国拥有核武器那一天开始, 美国就落下了心病, 美国官方对中国声明正式提出质疑是在2006年, 当时美中经济安全观察委员会主席, 沃泽尔写了一份中国核力量报告, 得出了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可信的恶意结论, 他的论据是, 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 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 只要中国宣布别人先动手, 那接下来暴打对手就都是自卫反击战, 哪有这样的? 2006年之后, 美国在战略误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将中国太空发展计划, 也视为不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证据, 如反卫星实验, 特朗普政府撕毁中岛条约, 便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要中国参加新条约谈判, 企图以此约束中国。 华春莹多次明确表态, 中国对参加中岛条约多变化谈判绝无兴趣, 他还质问美国, 美国是打算把自己核力量谈到中国的水平, 还是要把中国核力量谈到美国的水平呢? 拜登的方向跟特朗普没有两样, 只是手段不同, 他最现实的用意是针对中国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防止核威胁依靠的是TMD导弹防御系统, 在本土则是NMD, 他时刻盯着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拜登现在来这么一出, 说明中国导弹防御系统很可能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拜登明年要是宣布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国际上肯定会有劝停中国的一波舆论攻势, 国内一些亲西方媒体也会替美国发声, 大吹美国诚意, 经济学家们会蜂拥而上, 劝中国导弹防御系统下马, 美国怎么可能做十本买卖呢?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叫声, 难道不是托儿的尖叫吗? 君子见了善意, 得提防着点,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才是最有利的回应。